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弟坑道通通炸毀甚至掩埋 这是想藏住什么秘密吗 后来有人说 在三晶半夜 常常在那附近 听到日军出来 操兵练兵的声音 日本后来投降之后 要点椒 要接收的时候 日本人自己把它给炸掉 它上面是细壶 所以说一炸的话 上面就会产生破口 海水就啪啦就会涌下来 甚至下面地下水会冒出来 所以这边全部都淹水 这地下坑道到底有什么东西 一向是个谜 日本人究竟想要隐藏什么秘密 要在最后一刻将坑道炸毁 据说曾有人拿着金属探测器 发现坑道内有金属反应 推断是来不及带走的弹药武器 亦或是大量的黄金 为了解开谜题 大鹏湾曾派潜水夫 进到坑道里一探究竟 但水底泥沙覆盖 能见度几乎等同于林 只好宣告失败 也曾经试过把水抽干 但不知从何处破口涌入的海水 总比抽取的速度快上许多 也让坑道的真面目 深藏海底成为历史谜题 而现在开放游客参观的坑道大小 估计当时规模的百分之一 我们这边所在的地方 是属于那个拌药库 大家日据时期 就是存放一些弹药的部分这样子 然后在1945年的时候 其实东南这边有遇到 那个美军的大空袭大轰炸 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墙面上 到处一个孔一个孔的 这个都是那个机枪 那时候扫射的痕迹 存放弹药的吉米窟房 几十年来历经多次天灾 始终屹立不遥 看得出建筑工法扎实 但是墙上数不清的弹孔 着实令人触目惊心 也许是因为当时的美军轰炸 日本人死伤惨重 也因此传出了许多 难以解释的传闻 有一些那个脚步声 日军那个轰炸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日本战敗 还有些当地的军官 他可能不甘心 不甘心怎么可能会战敗 所以他就在这边 武士道的精神在那边切腹自杀 那这有时候他可能在 可能晚上应该 比较常听到就是大概在六点 或者是晚上九点的时候 我有听到那个军蟹的脚步声这样 更曾有一说 大鸿湾的日魂不散 是因为这里曾养了一支神风特工队 因为日本它基本上是讲求武士道 然后它并不是一个很重视 人命的一个民族 他们认为就是说 你被俘虏了你应该自杀 你为什么还活着 你活着是很羞辱的事情 不像老美 老美他们被俘虏了 然后回去的时候 哇 他这个是英雄式的 迎接他的英雄 日本他们所造的这个 特殊攻击的这个自杀武器 可以说零零种种 在天空有飞机 只要能动的全部上去 在海面有阵阳艇 阵阳艇就像是水下摩托车一样 前面一个小艇 前面放了多个盗包弹药 然后一个人就 放人家就撞上去 神封特工队一人换一机 一旦换一件的作战计划 成了战争里最悲壮的牺牲者 更是二战后期 困兽之斗的最后手段 日军撤退后 国民政府接收 把此地改为培养飞观的空军右校 并把地名大潭改为大鹏湾 象征空军英勇威武 只是那些关于日本军魂的传说 依旧盛宵城上不曾停止 前两个月刚好遇到了一位老先生 在我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告诉我说 其实他对东方很熟 因为他在民国七十几年时候 他就是担任大鹏湾空军基地的指挥官 那在指挥中心后面有几棵树 他就影响到光线 还有夏令把他给砍掉 这种砍掉之后呢 练习了操演过程会唱出一些意外 那一直到发生一个最严重的事情之后 他还警觉到不太对 就发生了影区的货车卡车 载着官兵出去出差的时候 突然在犯覆夺走无论好人命 那宫伟师到了之后就跟他讲说 原因出事到已经把指挥中后面的树砍掉了 他说其实那几棵树是 有一个靠山的感觉 有一个镇压的感觉的意义存在 所以当他砍掉之后 以前的一些日本石石石石带的一些兵 就会出来作灌 难道真的是风水问题吗 就地重游 过去的国军本部连已经改成文石馆 原本砍树的地方改种花谱 据说在风水调整之后 三十几年下来倒也相安无事 不过距离这里不远的共和新村 却在近几年出现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共和新村原本是日军宿舍 在国民政府接手后改建成眷村 怪的是怎么会有一户国军眷属的家里 藏了一副日本国旗 罗妈妈我想请教一下 听说你院子里头有一座防空洞是吧 它有啊 就在这边啊 居民罗妈妈所指的防空洞 隐藏在大树底下 而入口则画上了日本国旗旗帜 到底怎么一回事 经常有人在我耳朵边 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 是日文 一直跟我讲 他就说了 说奇怪 是不是以前住在这边的日本的王林 于是他就用传统的方式 直脚背 一直跟他问 一直跟他问 才问出来原来是在那个二战时期 美军当时有进行轰炸 攻击东港 那他是被炸死的一个军官 那他的灵魂就是无处可去 然后就躲到这个防空洞里面来 家里院子的防空洞里头藏着日本军魂 实在难以置信 而对方更表示 希望留在异乡 工人祭拜 问过了 王司的日本人死在这 对 后来经过我们现在讲认证可以 就给他射风将军 就先来弄个妙给他 然后每次我妈还会死 其实就是每次找他帮军哥给他进去 只可惜如今 这一座奇庙在罗妈妈过世后 颓皮倒塌 军哥也不再悠扬 雪庙的故事也跟着被高耸 农民的大树逐渐掩盖 而我们继续打听 其实关于日魂的传说不止这一庄 在东港国宅附近这一处空地 人烟稀少寸草不深 放眼望过去就这么一间庙 庙柱陈大哥说 这一带在过去可是东港的禁地 只是原因为何 来到庙的后方也许就能找到解答 这里总是对日本时代火葬场 就是这个康 烧日本冰都煎熟的 不然我们台湾人有船人变 有船人变在这里烧 我们用东西有放到两个男人骨头 一个男人骨头 用这两个红 这红男的两个抵到一红 男的一个抵到一红 放到这两个三个 更开始败车的 不到一人高的红砖坑道 据传就是日志时代的火葬场 稍过不知上百 更或是上千副骨骸 而妙珠推测这两男一女 可能是日军撤退太赶 而来不及火花的同袍 人家说国家说 船山尾翁 来这里有一个冰饼太大极 或是冰太大极 来就是没人拜 没雄音 所以他们就去脱架 所以脱架就排行 就在这里送你 以前这个前面的人车祸 前面来我们来 头前那边没人大 晚上他都有听着人的夜宾 也每天每天都问 所以头前那边都没人大 晚上是没看到八八火 在传说四起的恐怖境地 陈大哥又怎么敢一个人来此击败 他说可是有特殊的指引 87年我们做大法会 放在天边 天灯 天灯就是天头白 吹白风 应该是往那边吹 为什么会往回吹 吹到落在这边 难道真的是有日本人在呼唤吗 陈大哥拿出当时做法会的照片 一开始看起来没有什么异状 但当仪式开始后 画面上却出现一点一点 难以解释的白色雾点 他认为这是前来求助的日本领体 于是新生念头 在火葬场的园址见庙祭拜 大叔跟中文 我梦到时 我才知道他以前提供他要聚买 大叔跟中文 穿伯到穿伯伯的 后面再来说一说 他人是中人惊人 庙祝的梦中 不仅有日本大使三船太郎 以及将军三村敏郎之外 还有将军的女儿三村九美 召着梦中所见 为三位雕刻今生 更引起一尊 代表本土信仰的地藏王菩萨坐镇 就是希望亡灵们 都能够得到安息 大家还是愿意说 我发收益给人 你不能处理亡人家的烧炭 大叔和将军 也把我转身上说OK 那意思是说好 待会我 所以一个月都 稍五千块的金赏 二十 少二十年 而庙前的泰国广场 更有一说 是供日军夜间集合操练之用 我们每年都做华会 每次华会都泼了几千块 他会把他脱滚后 他要回去探亲 对啊 最后也会跳腕的加油 承载特殊的军事历史 东港神秘的传说 一桩接着一桩 说也说不完 而当时日军的水上基地 如今也已成重要的观光景点 战争时期的二十大艇 以崭新的面貌 矗立水畔 一位美丽的大鹏湾 更增添奇幻色彩 台湾大事不再半会计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湾大事长期以来为大家搜罗全台湾的重案 还有那些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的奇人奇事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Youtube会员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你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看全台灣 更多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台灣的問題 您的家就是給我們最須值的鼓勵跟支持 啊 五湯八月經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